故婆姐姐公司传出了不好的声音 结果 我喜欢你 我特别喜欢你 但是我就是自卑 就是配不上你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不 姐 你 姐 你今儿要起这么早啊 你还没休息够啊 今天该上班了 哦 对 不是 姐 那你为啥不早点叫我呢 我看你睡得挺瞎的 就没叫你 赶紧吃饭吧 不 姐 别吃了吧 这该迟到了 走啊 没事 不差那一会儿了 吃完再去 哦 不 姐 你以后你就开始上班了 就别给我做饭了 哎 我给你做了几顿饭我都习惯了 以后我要是没啥事我都给你做 哦 就发现你在家的时候一点都不像个老板 其实啊 女人在喜欢的人面前都爱表现自己 只有那种不喜欢你的人 才会对你挑战俭适的 哦 我明白了 你卖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哎那个袁总咋 张总咋 哎 好了 哎公司最近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啊没什么一切照旧 就是有一些报销的票据啊需要您和张总签字 行的都拿到我办公室来吧 哎好 哎小孩你一起来省一下 哦好 哎我得换个衣服刚中饭一身油味 你先别进来啊 哦好我知道了 没事你进来也行 哦不不不不不 你架还没绑过赢呢 你又要上班啊 上班就分析没可能啊 你当你是小王啊 啊 骂你 小王啊 你知道咱们远午前几天为啥就让我办公室吗 我 不当我 你为啥 听说 好像是你喜欢出去玩的 哎 你说都是美人 你说不比他差吗 哎呀 哎呀 我告诉你 一位比他好 我想他可能吃晚饭 哎呦 这小王都乱去抱着了 你说他刚刚还没几天 帮副总我来 哼 要我说 就是咱俩没练应 嗨 谁说不是呢 哎呀 小王 今天不能给你做饭了 晚上有个饭局你陪我去 哦 好 你又怎么了呀 有心事啊 哦 没什么 就是觉得 在充私天天当务副总 其实啥也不干 就是给你开个车递个水啥 你想说啥 我是说如果在这个公司 不是因为你喜欢我 凭我自己 我是不是连开车都不配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人啊 我是觉得咱俩不合适 过几天我 出去找房子我搬走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呀 没有 我喜欢你 我特别喜欢你 但是我就是自卑 就是配不上你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不 你 你 你刚才那个算表白吗 不是不是 我是真的想搬出 我知道你要跟我在一起会成熟很多 我会帮你解决的 姐我 哎呀 先走吧 先去工作 走吧 走吧 我 嗯 好 好 好